双床 这个床是1米35 价格是146 距离客运站比较近 貌似是一个刚开的一个酒店 但是看着这个墙好像 有点脏啊 还有两个 下巴 还有一个桌台 这边也有一个桌台 我还提供咖啡 水说是可以 不限量 配的咖啡 这个是造作的饮品 还有这个水珠上面 肯定是装里边 当时是热的 里边有大枣 还有枸杞 还有银耳 酒店做的还 挺人性的画的 这也是卫生间 配的 这个是什么 准备的貌似 看着还可以 有一个大堂啊 你看前面看的这个是做苦桥肠的 瓶装水也是免费的 还有一些茶 还有其他的一些冲水用的 然后这一边像可乐啊 雪碧啊 上面这些小食品 也都是免费的 谢谢 这酒店是什么水平的 这已经后面几年了 新装修的 新装修的 对 自个后边的小银子 这样是转款的 你这也是这样的 对 重新装了一下 好 等一下 我给你们看 我一会儿 好 嗯 这个环境呢 周边环境其实 这个价格其实 整体环境就是这样 但是我个人通过 自己住的这一天 我不是特别推荐这个地方 因为什么 因为它周边吧 有一个摩托车的一个 可能坐摩托车的一个地方 所以经常有人在这试驾 就在周边啊 摩托车那个轰轰的声音 就比较大一点 然后住在这的话 住在几天身上就是 有一点小疙瘩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这个床上有一些 小虫子啊什么 但是我不开始确定 因为我之前腿上是没有的 就发现就是睡那么一 晚上之后 有腿上有小虫子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这个房间里边背上的 总理感觉 第一还是觉得就有点吵 虽然其他的这些 还都不错啊 就是迎来送往的这些 你可以水啊小食啊 都可以这个无限的 来供应 只是说有这么一两点 让我觉得有一点保佑意见啊 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正在带着父母游云南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吧 拜拜